等一下他有戴護唇膏 那我可以問一個俗氣的問題嗎 你們會穿褲襪嗎 褲襪 不會 OK 他們都不怕冷 對朋友不錯 喔沒有啦 我幫他買的 喔他以為是好朋友 說不然跟你留資料當朋友 Hi 二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燕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正在信義區的松菸 這邊會有什麼 非常多的文青寶貝們 文青寶貝麻煩讓你們看到我 不對 麻煩讓我看到你們好嗎 我在這邊打算要就是找到 非常多會穿搭衣服的年輕男女們 讓我們等一下去找看看吧 GO 我今天呢 現在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穿搭 因為呢我個人覺得我的穿搭 上來應該都不會輸給 任何會穿搭的人們吧 而且我的小細節也是滿滿 來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每一次穿搭都會問大家說 你今天穿搭的時候 出門前你在想什麼 我今天出門前想是 這個通常街拍會分很久播出 所以我要穿一個看不太出來季節的衣服 所以我裡面穿的是一件 比較厚的西裝外套 然後裡面配上的是一件 Paul Jeans的這種襯衫 那顏色比較亮一點點 那再搭配上一件白色百搭的素題 就這樣子三件這樣配起來 褲子的話 這件褲子是我最近新買的 The Road褲子 今年2024年春天款 那它的兔型它是要做這種比較長一點 比較落地感的 但是因為真的太落地 所以我後面其實偷偷用別針先把它別起來 不要就是太真的 一直不停的踩到它 那鞋子的話是Miu Miu的鞋子 那它是有故意做一點仿舊的感覺 其實這個不是我自己跑去超常跑步 而是它真的就是做出這種仿髒的感覺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好走的鞋子 可以讓我今天就是走上一整天 那包包的部分 我今天背的是一個非常好用 非常實用這個 La Mere的牛角 對 牛角包可頌包 我的水壺露出來了 哎呀 水還喝完了 被你們發現我街坊口真的很渴啊 這段應該會幫我剪掉吧 今天這一款呢 是La Mere的大的可頌包 上次那款是中型的 那今天這款是大的 它的長度跟比例 我覺得是更適合像我們這樣子 161公分 很明確 161公分的嬌小女生 然後再加上它可以裝非常多東西 裡面可以裝傘啊 可以裝水瓶啊 然後可以裝 可能可以裝一條地瓜啊 你二十歲都可以充充雞這樣子 那這是我今天本日的穿搭 在松菸這邊 一定要找到非常有文青感 非常學生的妹妹 來 旁邊看一下 來 我們來看這位可愛的妹妹 所以是學生嗎 我是學生 那它就是完完全就是我們要的 這種松菸學生穿搭 你今天出門的時候 是以什麼樣的想法 來做這個穿搭概念 因為尤其我們今天出門前都知道 晚上可能會降到八度 它還大落腿 到底出門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想法 跟穿搭概念來 因為要跟男朋友約會 所以晚上就穿洋裝 比較清新一點 這件是Puzzle的 對 是在西門買的 然後裙子是虛應的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網站 然後項鍊是中山 一個叫Mura的個人的小店 然後鞋子是馬丁的 然後包包是Cutton On的 在澳洲買的 那我可以問一個很俗氣的問題嗎 你們會穿褲襪嗎 褲襪不會 OK 它們都不怕冷 真的沒有 天啊 那種隱形絲襪在你們眼裡 是不會去購買的對不對 對 OK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包包好了 包包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皮夾 皮夾 皮夾是一個GUGY的皮夾 然後是分裝袋 這個是化妝包 然後各種充電線 因為在外面手機啊 AirPods啊 然後筆電什麼的 都是很需要的對不對 好好好 我現在也在手上 會不會提示你販賣部 很逼合 啊 好學生喔 是不是一定要無印的對不對 無印的才有文青時髦感 對 今天就是非常謝謝你 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我們馬上找一個 非常非常會傳達 正在消費的客人 來我們看過來 天啊 型男型男 真的是型男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idea 會讓你做出今天這身裝扮 其實我就是比較喜歡 簡單就是不要太複雜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Easy Miyake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買他的東西 因為我上面比較暗沉嘛 所以就襪子也是條紋的 就是跟鞋子搭一下 讓它比較亮一點 你記得你的外套是什麼時候購入的嗎 比方說是去年或是今年購入的 我的外套是Easy Miyake Man的 它現在已經停產了 那裡面的這個襯衫 也是他們家體系的襯衫嗎 也是Easy Miyake Man的 炸開這個平平無奇的襯衫 它每一個縫線 在這個小扣子的地方 它都有一點這樣子白白的 一個小線條在這邊 那當然不只衣服 它的包包好像也是 他們家體系的品牌對不對 對 我是蠻喜歡他們家的 跟件襪子好像剛好掉到大了 都是條紋 他們家的包包就是非常好用對不對 對 就是可以隨便亂塞 他們家的很神奇 是不管裝再多東西 形狀都可以維持 這個包到現在 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跟非常非常的熱門 那我們等下來分享一下 剛剛在這間店 也有購買了一些東西對不對 今天買的是什麼 我今天買的是亞瑟士 最近新出的鞋子 這雙鞋其實我買給我朋友的 因為它非常的未來感 然後現在因為Y2K 現在很流行銀色 這個一雙該也是不便宜吧 你對朋友不錯 沒有啦 我幫他買的 他以為是好朋友 所以我現在跟你留資料當朋友呢 然後今天除了這雙鞋子以外 還有買什麼吧 我買了一雙有那個戒指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襪子 等一下那襪子品味很獨特喔 各位我們以為 他的襪子會是非常宿色 沒有 他選了一個這種 算是今年會很流行的 這種珊瑚橘對不對 夏天感覺這個顏色比較輕鬆 比較好搭 準備迎接夏天的是不是 OK 心態上面跟衣服上面 全部都準備好了 觀眾朋友 你們是不是也被影響到了 也要準備好了呢 我一個轉頭 My God 來我們來看一下 運動跟時尚的結合 誰能夠忽略他呢 不好意思 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Eddie 那Eddie 來想請教一下 你平常就是喜歡做運動穿搭的人嗎 其實不一定耶 因為最近Eddie比較流行 就比較復古 然後 我也是最近才剛入手 看日本最近蠻多人都在穿一些艾拉古著啊 比較fit的外套 可是很特別哦 就是上衣是fit對不對 但他的下身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 闊腿褲 現在就是闊腿褲管越寬越好對不對 可能有的人是用工裝褲 有的人是用牛仔 都是都是闊腿 但是上身就是比較喜歡穿fit 我自己其實蠻喜歡穿女裝的 我現在下身這件褲子是也是女生的褲子 就我比較不會在意說男生一定要穿男褲之類的 這幾年其實蠻流行這種 稍微有點復古跟中國風的題話 帽子是就是四柱尿 很機能的品牌 潮流界這幾年就是很喜歡把機能的東西放在時裝之中 所以我就最近蠻喜歡戴四柱尿的這種帽子 眼鏡就是那個new就是日本的一個品牌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像這樣有一點帶著一點顏色的鏡片 其實常常會被人認為就是比方說是老港風啊 或是說我一戴起來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這樣看起來感覺很操勞 你如果你全身已經穿的可能有在搭配 但你又戴很黑 你會看起來很難相處 所以我自己會prefer可以看到眼睛 這樣才不會讓人家覺得好像看起來很難相處 包包就是一個小廢包 它就是一個什麼都 等一下還有戴護唇膏耶 現在男生都很在意護唇膏耶 就是裡面裝不了什麼 我就裝個我的悠遊卡 錢跟一些 對 然後我相信大家在他介紹小東西的時候 一直不停的看到他的指甲跟他的配件 我們來看他的指甲好不好 指甲我是自己塗的 戒指的話 我本身原本自己是比較習慣戴銀色的戒指 我覺得我自己的皮膚比較黑 不適合戴金色 但是前幾天找到這也是女生的 因為他蠻特別的是他 這一面是銀色 那他其實轉過來之後 是變金色 真的耶 對他就是兩面 像在鞋子的部分 你選的時候 今天為什麼會搭配這一雙方頭的皮鞋 因為我今天不想要我整身都很運動 其實他也是女生的 女生的鞋子 是丘丟豆的 對對對 然後蠻特別的 就是有做這個折痕 然後我就搭白色的 我覺得剛剛我把這個鞋子的那個理念 分就是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一系列 就是要決定做一個不分男女的 我覺得如果就是他們的品牌主人有看到這一段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謝謝謝謝 我們真的很幸運可以採訪Eddie 謝謝Eddie 謝謝 今天的街坊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只能說在這邊的朋友們 對於穿搭的堅持度 果然跟我想像中的一樣的高標準 我非常開心可以在這邊做完街坊 因為覺得真的收穫好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這一集 並且把這集分享出去然後按讚 記得最重要是一定要追蹤我們 LTaiwan的YouTube 然後LTaiwan的Instagram 最重要還有什麼最重要 最最最最重要 追蹤我的IG CHO下幾線YEH 我是邱燕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 如果chymy 很佳 一個筒 感谢观看